好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插播最新消息 柯文哲二度鸭亭在刚刚已经结束 原本预计是5点10分之后 就会公布结果 目前我们都随时在追踪最新结果 而目前在北柬外头 小草们的反应目前如何呢 我们先讲最新情况 先连线记者洪泽瑞 民众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稍早的二度鸭亭已经结束了 那当然支持者呢 刚刚也有受访 我们一起来听 我比较相信柯P 我比较不相信司法 但是这个不是我相信跟不相信的 这个就是事实要讲话的 你证据要讲话的 你出来以后 我们要看得过去的 这个不是30年前50年前 你说迫害就是迫害 这个迫害不了的 那我们从外场的现场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事实上他们今天集会的地点 就是在爱国西路 不过因为人潮没有到很多岁 所以因此都是在人行道上 不过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人行道上的人并不多 我们透过另外一个镜头 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博爱路上 其实很多支持者已经往前走 走到博爱路了 也因此其实现在就担心 因为稍后结果就会出炉 担心会有冲突 也因此现在警方也在周边 来进行相关的部署 来做相关的戒备 那稍后在现场有这些消息 我们会持续来帮大家做掌握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朋友 慢点